異色眼也有超級OP的技能 各位好,我是玩熊哥 那其實最近遊戲王已經走向技能取向了 尤其是針對那一種主角用的卡片 或者是有動畫 就是某某角色的王牌卡片 就是蠻容易走向這種技能取向 那目前比較紅的就是滴滴滴 還有快斗 天成快斗 還有異色眼也是有相關的技能 那異色眼的最主要搭配技能叫做相克與相生 簡單來講就是送你 直接送你兩張擺盪區的魔術師 讓你就可以直接做擺盪召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吧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了解了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玩過 我通常都不太記得這個技能在幹嘛 對 現在基本上每一個主角都有處於自己的 這個很OP的技能 好,在決鬥開始時 在我方場上增加鐘擺區 在每場決鬥中使用一次 將一隻攻擊力為兩千點五百以下的異色眼中擺怪獸 以表測表示 從手牌加入額外牌組 簡單來講應該就是異色眼中擺龍 因為霸狐靈百龍攻擊力是兩千七 對,那其他的異色眼好像也還沒有其他中擺怪獸 所以應該就是你一定要先拿到異色眼中擺龍才可以 那並從手牌或牌組將相剋的魔術師 及相生的魔術師各一張放入鐘擺區 之後令我方鐘擺區的相生的魔術師的刻度變為八 也就是說直接送你兩張 對,你只要沒有抽上手 你就可以直接從牌組直接把它放在鐘擺區 也就是說你的起手只要有異色眼中擺龍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拉兩隻到鐘擺區 然後直接做擺盪召喚 對,那你就可以剩下的牌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耗資源 好,那此技能只能在學鬥中設定 等級四或七的怪獸各有五張 且牌組中全部都是EM、異色眼 或者是魔術師、鐘擺怪獸的時候才能適用 也就是說你要有等級四的要放五張 等級七的要放五張 總共要放十張 那這十張一定要是EM或異色眼 或者是魔術師的鐘擺怪獸才可以 對,那基本上比較常見的組法一定是 異色眼鐘擺龍擺三張 然後這個螺旋之長期爆裂也是三張 對,那我個人是打一個窮人取向的 我只是想要來玩玩看這個技能 對,所以我這個是窮人取向的牌組 你看我還放這個軍刀龍 這個還有霸狐龍、鐘擺龍 這個有點湊數量啦 對,然後基本上這隻驢子也會擺三張 因為這隻驢子可以做一個檢索 然後這個小丑一定是兩張 小丑是升級獎勵,所以一定拿得到 那小丑的作用是可以檢索EM怪獸 或魔術師鐘擺 或者是異色眼怪獸任一張 那這一張副手驢是 只要我們的鐘擺區有兩張卡牌 就可以直接做牌組做檢索或者是對目 所以這一張其實也是間接的在檢索 好,對 然後螺旋之強襲爆裂可以炸對方後台 也可以檢索異色眼的這個怪獸 所以這一張必滿三 但是我只有一張,所以就放一張 那天空的彩虹也可以檢索 也可以防止你的這個鐘擺區被拆掉 對,那因為我的強襲爆裂沒有三張 所以我就擺一張這個來做檢索 好,那這一副牌主打的是R7超亮跟R4超亮 所以我就會放一堆R4跟R7 R4我放的是大醉豬跟蟑螂 對,因為現在這個 異色眼也變多了嘛 然後滴滴滴也變多了 你就可以用蟑螂就有機會把對方抗掉 然後R7的話我放了四張 這個霸王、黑龍、異色眼反逆龍 然後還有武裝龍跟超亮龍跟巨眼 跟這一隻二數可以炸卡的怪獸 對,那簡單來講 其實我就是打一個窮人曲線的異色眼 還不錯玩 對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回放吧 好,這場打我們硬和龍騎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異色眼的技能有多麼的靠夭 只要拿到鐘擺龍就可以直接拉兩張鐘擺區 然後還可以有機會疊霸王反逆叛亮龍 真的是蠻猛的 好,那很雖小的什麼都沒抽到 因為我這是窮人的 所以很容易很容易沒上手藝色眼 笑死 好,那我們終於抽到了一個鐘擺龍 來發動香客與香聲 直接擺盪召喚,直接擺三隻 還覺得沒有到,這龍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帥 這肚子有點太大了 對 好,然後下來 來,我們直接 副手驢直接檢鎖 好,打過去就被對方加拿大 好,下了一個阿萊 然後叫一隻黑暗反逆叛亮龍 來,我們用這個月書把它蓋起來 好,那他拉這張岩屬性 主要就是為了要做這個叫做什麼 做這個阿萊的岩招 所以我們就直接上 我們就直接操亮巨岩 來利用巨岩效果 直接把它這隻搶過來 然後反逆叛亮龍 移出兩個超亮素材 直接攻擊力上升 然後用這一隻把它等級7的拉過來 哇,兩隻等級7的 然後發動相生魔術師效果 調為7 然後可以把超亮怪獸變成等級 所以他就變成等級7 好,我們就直接R7超亮 霸王黑龍異色反逆龍 來,直接碾爆他 可以打三下 他可以打三下 然後還可以讓對方等級7一下 怪獸全部破壞 好啦,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啦,這場打天成快斗 是打我們的銀河眼 對,其實我也遇到不少異色眼 所以還算是 感覺還算是蠻好玩的 因為他現在好像在T表上面也是T2 所以大家知道啦 如果基本上K色就是主打 出一張新卡,配一個技能給你 所以技能一定會越出越多 好,對方銀河眼 來,銀河騎士 來,直接光死去除者 拉一個光子樓 然後對方直接超亮召喚 好,光子輕的話 可以在對手回合 直接檢索 然後還可以無效效果 好,我直接擺盪 他沒有扛掉我 他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怪怪的 好 那對方宇宙旋風開起來 好,我們的軍刀龍 戰破對方怪獸的話 可以直接 破壞對手場上的一張卡片 欸 有沒有,選擇 戰破對方怪獸 可以破壞對方的一張 一隻怪獸 好,那我們就贏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對場打我們柚子 打柚子 打柚子的話 基本上 墓地不太會怕被他除外 然後 他的手坑 跟他的那個 不會被 戰破的那張卡 就比較難解了 好,我們下一個 小丑 一定要拿到異色眼 才可以 還可以發露進來 好,天空的寶寶 好,我們就擺兩隻出來 還蠻帥的啦 就是肚子大了一點而已 好,我們直接特招 好,這一張小龍其實不錯 他可以讓場上的龍族 這個 我方場上龍族怪獸 攻擊力上升五百 而且不會因笑破 好,對方直接拆我的 彩虹 然後下了一個 換奏垃圾 然後直接特招 垃圾在回收 沒有在特招手牌的 然後這一張再回收 幹,好兇啊 好,打過來 哇,被他灌爆 好,那我們一個螺旋牆襲爆裂 對方一個月之書被我們炸掉 好,反轉過來 異色眼 鐘擺龍 好,我們一個鐘擺召喚 來,我們把小龍叫到場上 增加攻擊力 好,先灌爆他 好,龍魂的幻拳 我最近的UR卡跟SR 有一個快到期了 我有一點想要換龍魂的幻拳 因為SR裡面 我真的想不到我要換哪一張 龍魂的幻拳至少書生卡片 雖然沒辦法跟木呼一樣 好 哇,我這是一個準備要被灌爆的節奏 那因為我有這張小龍在場上 是不會被笑破的 所以他這一張幻拳的這個大劫 應該是沒有辦法解掉我 然後他就叫了這張圈頭比較大的這一隻 這隻好像可以打兩下吧 我記得 好,我們用狗鍊把他綁起來 好,他跟我自爆 不過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直接 異色眼出來,撞一下他就死了 因為他被我無效了 好 異色眼,鐘擺龍 打過去 鐘擺龍的效果 打怪獸的時候 戰鬥傷害加倍 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場打武藤遊戲 應該是打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鋼多拉 我覺得鋼多拉牌組很煩 就是 那個叫什麼 鋼多拉牌組就是 打一個很拖的牌 然後一直搜一堆坑 什麼白骨公主啊 然後 這個 宇宙 那個叫什麼 風箏雞人啊 然後 栗子球啊 栗子小球啊 都有 然後 對方解鎖一個千兆波 好 我們一個 骷髏小丑 直接 解鎖一個 一色眼鐘擺龍 拿到鐘擺龍後就可以發動技能了 所以 要玩這個技能 首先你要有夠多的鐘擺龍 然後 夠多的解鎖 才比較玩得起來 好 小龍也下來了 來 我們直接灌過去 來 強襲爆裂炸掉 絕對有手坑 你絕對不用想 一回合把 鋼多拉幹掉 一堆坑啊 風箏雞人啊 然後 白骨公主也是一大堆啦 好 戰鬥的決心 再解鎖一個鋼多拉 剛講完又有白骨公主 好 剩下多少 他寫剩下三百 哇 殺不死他 哇 還來啊 好 除外兩張 他跳的是 開闢 那沒有關係 我先把月書留著 好 一個天空的彩虹 來用彩虹 炸一張 減鎖一張 好 那我們就擺當召喚 擺兩隻出來 然後直接超量召喚巨眼 來巨眼效果 直接搶NTR對方的怪 好來我們再看最後一場 好 好 這場打 不動油心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場 好 相克語相聲 這麼好玩的技能 我現在才留意到 對 我一直以為他的發動條件很麻煩 就是什麼一定要有那個 魔術師可能一定要上手還怎麼樣呢 仔細看了才發現他的發動條件這麼爽 好來我們一個小丑 檢索中擺龍 一定要有一色眼中擺龍才能發動效果 以目前環境是這樣啦 好我們直接擺兩隻下來 來 再擺 然後後台蓋好蓋滿 哇超重舞者 好 打過去 來他直接開效果 好中擺龍撞爆他老木 直接扣兩千五 水 來直接什麼重流三小的 沒關係 等一下吃我的狗鏈 來 鬼吞童子 來 我們直接狗鏈綁起來 好沒事沒事 還是打得贏他 來打過去直接空子氣 下去吧你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覺得 異色眼 這樣看起來 這個技能確實是有點OP啦 直接讓你牌組賺兩張 然後基本上你沒什麼虧 因為你的異色眼也是在中擺區做使用 對 真的是蠻屌的一個技能 但是他的 次數就是還蠻嚴重 他只能放EM4跟7的怪獅 EM4 或者是 中擺 或者中擺龍 或者是 一色眼系列的 或者是 中擺龍魔術師 然後 只能是等級4或者7 要10張以上 對 所以 自然而然 他的發展性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他主要就是靠R7跟R4超亮 好 我們來去吃拉麵